非常特别的还有一名网友分享了在南部山区出现一只颜色呢 很像Tiffany蓝的赤尾青竹丝缠绕在树枝上 远远看好像一只荧光棒哦 而这特别的颜色也引发民众好奇 实际询问专家 专家说可能是这只青竹丝 先天缺乏黄色素才会呈现这样的颜色 也提醒大家它本身是含有剧毒的 千万不要随意解禁 这段影片在脸书社团被网友分享 原来这只提芬尼蓝色的刺猬青竹丝出现在南部山区里 远看整只蛇都在发光相当醒目 网友也纷纷留言能看到这种颜色的蛇实在太幸运 内行的民众一眼就可以认出 而专家也实际替大家解密 像是刺猬青竹丝 青蛇 恢复绿井蛇 这三种蛇类通常呈现青绿色 但要是先天缺乏黄色素就可能会变成蓝色 不过颜色改变的原因又有很多种 那还是比较偏随机啦 可是有的时候可能环境剧烈改变啊 然后或者是农业用药影响 都有可能会就是触发他 觉得说我要必须要赶快适应这个环境 据了解刺猬青竹丝本身含有剧毒 一般民众容易和无毒的青蛇搞混 专家也特别提醒 尽管青竹丝特其漂亮 但要是遇到千万别轻易触碰 以免受伤 借我帮大家解红 我是高雄报道